新闻急速地,针对年轻人的消费和存钱观念进行调查,发现大部分30岁以下年轻人存款不到10万元,主要来源是工资收入,他们的月收入大多集中在5000至1万之间,近75%的支出用于房租房贷,存下来的钱主要放在微信或支付宝。 存钱的动力主要是买车、买房和早日退休,虽然大部分年轻人有存钱计划,但很少能按时完成。 对于未完成的存钱目标,他们大多心态平和,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只要有50至200万存款就可以考虑退休,但也有人认为退休与存款无关。 关注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